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斯今天要來玩Posmophobia 這是我第二次在副頻道出這個遊戲的影片吧 他的名字真好能唸喔 然後我剛剛有發現這個啊 我都沒想到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的頭耶 我之前第一次打開的時候還直接被他嚇到 好啦 那今天的話為什麼要拍影片呢 因為我想要在影片裡面 來弄一個 就是我單人 Solo一個 最高難度夢魘難度的露營地的影片喔 沒錯今天就是要用這個最高難度 惡夢來玩玩看喔 我真的過得了嗎有點擔心耶 我又不會嚇死啊 喔各位觀眾 來了 哇 有點小緊張耶 我好像 第一次嗎自己這樣一個人在玩耶 再怎麼樣我都會跟我室友不然就是紅月還有跟觀眾一起 有點恐怖啊 OK那現在的天氣因為是聖誕節所以 一定會是下雪的天 就還好 而且現在的下雪場地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那首先第一件我們進來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電閘給打開 因為惡夢難度一開始的電閘是關閉的 這邊有可能但這次沒有 那邊也有可能但這次有 呵呵呵呵 OK那我先把它打開 好我現在拿的道具是蠟燭 打火機跟EMF喔 這樣我會比較安心 因為蠟燭不會降理智 那接著我們就是 來邊找詛咒道具邊邊聽看看有沒有 鬼在那邊 亂搞事 還有這個露營地的營火也把它點開 呼 彈一下吉他 啊 找到了 就是這個喔各位 這次拿到的東西是鏡子 其實也不錯耶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鏡子它其實可以讓我們直接看到 鬼的現在房間在哪裡 我們這個遊戲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鬼房 然後讓 鬼去觸動我們帶來的證據道具喔 所以呢我在門口稍微看一下下 因為看一秒扣10%李治 李治越低我們越容易被獵殺 所以我們就看個兩秒 OK 那我知道了 呃 我剛剛看了大概兩秒吧 呵呵 吃一罐藥吧 不然很恐怖喔 而且 其實我沒有看清楚耶 不過應該是這周圍啦 這個入口處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先拿個溫度計來測測看吧 應該是這個附近吧 還是帳篷裡面呢 10度 看起來都蠻正常的耶 喔 應該是這裡沒錯 吧 運氣還不錯啦 就蠻近的 所以呢我們就把東西先拿過來吧 喔 雖然故作鎮定不過我其實有點害怕 那先拿個攝影機跟這個 點陣投影儀還有 書過去好了 然後我們把攝影機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應該就可以全部看到了 接著把這個 鬼魂筆跡放在EMF旁邊 喔 這種感覺 這樣到時候寫字的時候就可以很清楚 接著我再去拿別的東西喔 紫光手電筒 跟這個通靈盒 然後我們就開始 關燈吧 關燈來跟鬼對話囉 嘿 もしも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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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ばんは もしもし こんばんは 喔 各位有聽到嗎 他開了一個 奇怪的東西的聲音 喔 二級 我個人是蠻害怕這個的啦 不曉得各位怎麼樣喔 先把它關掉 好像在這裡耶各位 咦 所以我剛剛瞎掉我看錯地方喔 子宮手電筒順便看一下有沒有指紋喔 搞不好他剛剛有碰過對不對 還有這個也先把它打開 不然我現在已經開始起雞皮疙瘩了 哈哈 果然這個是一個人玩有點恐怖啊 9.6 欸 還是是在中央道路啊 喔喔喔喔 喔噻 他剛剛敲了一下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到 不過 我靠我找一下喔 看他敲了什麼 丟東西的聲音 欸 來不及了 啊 冰桶嗎 好像是冰桶的聲音 他有時候會把指紋黏在冰桶上喔 那我就把東西放在這個附近喔 他可能就會經過了 貌似是在中央道路嗎 因為有時候溫度會降到6度耶 這個難度的露營地 被蠻多人說是最難的喔 就是蠻有經驗的人 所以如果我過的話我也是一個 很猛的人 可以這樣理解嗎 怎麼辦各位觀眾 我覺得我確認不了他的位置耶 再看一次好了 好恐怖喔 那個有一個小帳篷那裡 所以是在路中央喔 不管不管 我先過去問問看 如果是在這條路中央的話 這附近的東西他都會碰 不行不行 喔 喔 喔 法爾 好的各位 我們有一個證據了 等一下那我先把其他東西拿過去喔 那先把東西像這樣子 把它擺一擺 一個人玩真的很恐怖耶 我上次還看有人在玩VR版本呢 這CVR到底怎麼玩啊 會死人吧 好 那我們就先把東西放一放回家 欸 等一下 你們有聽到嗎 他剛剛拉了一下帳篷 是這裡嗎 還是夠比喔 啊是後面的帳篷 如果我那邊的 錯啦 欸 沒有 是我的錯嗎 好吧 那我們先回去啊 不管了不管了 來看一下 攝影機有沒有拍到什麼 希望有點陣投影儀 有看到嗎各位觀眾他從這邊這樣跑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有通靈盒跟點陣投影儀 啊可是 我還是有點擔心會是一個鬼叫擬魂 先確認一下喔 擬魂的話 有通靈盒有指紋有刺骨寒溫 喔 那不可能了 因為 他會有靈球 然後我們現在只有通靈盒 如果這三個都沒有的話就代表不會是擬魂了 我不太會解釋耶 總之我們接下來要測的就是三種鬼 一種叫魅影 一種叫幻影 一種叫妖怪 啊魅影的話 我們就直接 拿鹽巴過去灑喔 先吃個藥 反正接下來應該也不會太吃藥了 魅影的話我們在第一個影片也有給大家看過了 那就是踩過去如果 沒有腳印 就是綠綠的腳印的話就代表他是魅影 然後這個運動感應器我們也隨便把它貼個位置喔 那真的經過得了嗎 先這樣 OK 然後我們開個燈喔 接著把鹽巴像這樣子 灑散一點 就要入中央啦 喔喔喔喔他要跑過去了有夠明顯的啊 然後他也開了這個 然後順便灑一下那邊 接著我等一下喔 欸 喔有有他還跑過去了我剛剛有看到 喔什麼情況 喔沒事沒事 只是他關了我們的總電源喔 啊啊 吼 吼 Fuck 這麼刺激的嗎 剛剛那一下應該是扣我們10%禮智 這幾隻鬼 如果沒意外的話 通常都是 呃 喔怎麼講啊 50%才會來狩獵 啊可是妖怪的話如果我在旁邊講話他 更容易會 會生氣喔 據說啦 實際上我也不確定就是了 所以我現在這樣講話好像80%他就有機會來狩獵了 喔他好像經過了我的 點陣啊不是點陣 喔運動感應器他剛剛經過了 這樣我就解掉一個任務了 把他貼在那個位置 嚴重懷疑他是 魅影 因為魅影他 在證據上面有寫說 對眼有毒性反應是什麼意思啊 又來了又來了 他發氣了嗎 沒有耶沒有發氣耶 不會吧 欸又關掉了 拜託不要現在踩過去 鹽巴等我到 再踩 欸 這三次了耶 該不會真的是妖怪吧 我的天啊 不要再關了喔 不要再關了喔 你知道我現在很害怕嗎 所以拜託不要再關了 喔有點卡耶 啊 啊 各位觀眾等一下我要先回車場 我的理智有點不夠 我的精力快要起來了 我要再吃一罐藥 再把另外一罐鹽拿過來吧 啊 腳印大概15 欸他剛踩過去了 看一下看一下 腳印大概15秒內都會有 都會可以看得到 哇 沒有注意到 再踩一次再踩一次 我在這邊倒一罐 啊 啊 又跑過去了 欸 拆了拆了 喔有腳印 各位他不是魅影 就是這個喔 這個有腳印 所以 我覺得 應該會是妖怪 妖怪的話 講話他會變得更 更 亢奮喔 目前只剩下兩種鬼 幻影跟妖怪 幻影的話很好測 就是幻影只要 出現的時候他的 閃爍頻率就是鬼會現身 然後又不消失 又現身消失 這樣的閃爍頻率 夠低的話 好像聽說是0.5秒還是1秒嗎 那樣的閃爍程度的話就會是幻影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是妖怪 我們 來測測看吧 而且妖怪 他的耳朵很不靈喔 就是他只能聽到兩公尺的聲音 正常的鬼是 呃 八公尺 我記得 喔還有一個啦 呃如果我幻影的話 他被拍照之後 會消失一段時間 就是 看不到一段時間 我想一下喔 我們先找一下看他躲哪裡 應該是躲廁所吧 我們像這樣子 等一下就躲進來這裡面 這樣吧 然後接著就是 我們 準備來降理制吧 等一下我預計呢會把 聖墓給放在 這個中央的道路 然後我從那邊跑過來 跑過來如果來得及的話我就進廁所 來不及的話就往這邊跑吧 還是我們直接往這個裡面跑好了 感覺這樣比較安全 然後 一根聖墓用掉之後我們再拿第二根 這樣子 好 那我再去拿聖墓 喔好恐怖喔 各位觀眾 我現在真的是 心臟有點 有點無力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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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0的時候 他就會破掉 破掉的瞬間 鬼就會來獵殺 這樣的樣子喔 來吧 好計畫就是從這邊這樣過去 或者是從這邊這樣過去 來吧 開始 他現在位置應該 喔 在我們正前方耶 會不會出現在我旁邊啊 1 2 3 這個 我原本想再拍個照片了 哇 我剛剛來不及 我直接慌了 因為看他好像很近的感覺 欸 那這樣我們支線還差一個欸 怎麼辦 我覺得應該是幻影啦 還是再一次 這樣我覺得不夠完美喔 哇 超恐怖欸 不過他走路真的很慢啦 還好是走路慢的鬼 先把這個丟在門口 因為我現在李志玲喔 然後我剛剛也沒有用到聖墨 所以 他的狩獵時間很快就會來了 像我這樣一走進去可能就會來了 還沒 太好了 然後就把這個放在這裡 喔 這不是狩獵 各位 這個是幻影 我還直接把聖墨燒掉了 幻影如果拍下去的瞬間它消失的話 它就會直接消失 所以呢 我們確確實實的跑了一次的狩獵 而且它要現身出來讓我們拍照 我剛剛有拍到鬼照 怎麼這麼二星啊 那我們今天solo惡夢的露營地 就選擇是幻影了 應該100%不會有問題啦 欸 只不過我沒找到骨頭欸 算了 骨頭的露營地找不到啦 我們回家吧 啊 嚇死我了 啊 這遊戲一個人玩真的不太行啊 呵呵呵 喔 有了 300塊 而且我連 我連詛咒道具都忘記拍了 各位 呵呵 哇 太可惜了 詛咒道具也蠻多錢的喔 總之今天最難的solo露營地呢 一次就被我過了 呵呵呵 吊塔時間是23分鐘喔 啊 下次的話不確定是用什麼主題去玩 到時候大家可以再期待看看 應該會來拍一些特別的主題試試看啊 那就這樣吧 感謝大家的觀看 訂閱 按讚 分享 よろしく 我是阿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